刘思琪一体告别仪式现场 2022年1月7日凌晨1时47分 北京天寒地冻 刘思琪一致无效病逝 享年92岁 对于刘思琪这个名字 很多人可能非常陌生 可她病逝消息公开后 很快成为各大媒体社交平台的头条新闻 因为刘思琪身份很特殊 她曾是毛主席儿媳毛岸英烈士的妻子 如今无数人想起70多年前 抗美援朝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都会对毛岸英的牺牲深感惋惜 刘思琪病逝后 湖南省官方媒体第一时间报道这一消息 并刊登了湘潭市委副秘书长 原市文联主席 红色作家赵志超提携的晚刘思琪同志 夫夫曾为烈士 一节同心 私营故土 笔下土红泥 望金雀云寒 朵朵红梅怀一破 姐妹接入毛家 花开脸里 情戏伟人 胸中摇海月 西板苍鱼冷 芝芝脆白掉真魂 可以说 赵志超的这副晚联 完全概括了刘思琪充满坎坷的一生 刘思琪病逝后 关于她的葬礼安排 中央相关部门 把遗体告别仪式的举行地点 安排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 从这个地点就可以看出 刘思琪的葬礼规格极高 刘思琪的四个孩子 1月13日上午 刘思琪遗体告别仪式正式举行 告别大厅庄严肃目 刘思琪遗体安卧在鲜花翠百丛中 身上覆盖着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 大厅中央挂着刘思琪巨幅一项 上面是横幅 沉痛悼念刘松林 刘思琪同志 大厅靠墙两侧 摆满了中央领导刘思琪亲人 身前好友等人送来的花圈 当天 毛主席孙子毛新宇一家早早来到现场 虽然毛新宇戴着口罩 可依然看出她很悲痛 当向刘思琪遗体三居攻时 眼泪还是忍不住流下来 毛新宇和刘思琪关系密切 她的母亲是刘思琪妹妹少华 刘思琪生前非常关心毛新宇 曾多次送她学习资料和书籍 也是在现场 外人终于看到了刘思琪和第二任丈夫杨茂芝 生育的四个孩子 杨小英 杨东梅 杨幂 杨君 这四个孩子一字排开 他们站在母亲的遗体旁 接受调研者的慰问 一度哭成了泪人 场面无比感人 很遗憾 李敏 李那一年事已高 加上腿脚步灵便无法来到现场送别 但他们的子女都来了 当李敏 李那的子女跟刘思琪四个孩子一一握手时 现场很多人流下了眼泪 毛主席后人之间的革命情谊 就是这样一代代沉沉着 李敏和李那送来的花圈 熟悉刘思琪的人 都知道她跟毛主席长子毛安英结为夫妇 可毛安英结婚一年后 就牺牲在朝鲜战场 遗体告别仪式现场 不少人吊咽结束走出大厅后 小生跟身旁熟悉的人 分享刘思琪生前不为人知的故事 毛安英的牺牲 是刘思琪一生最为悲痛的时刻 她直到晚年都没有释怀 90岁高龄时 依旧坚持去参加纪念毛安英烈士的活动 2009年11月 电视剧毛安英在阳开会烈士 故乡湖南长沙板舱拍摄 刘思琪专程前去看望剧组人员 对他们表示感谢 也是这个契机记者对刘思琪进行了采访 交谈中 她跟毛安英的情感生活成为一个必然的话题 1939年 根据组织上的安排 刘思琪跟随母亲张文秋和继父陈振亚前往苏联 一家人途径新疆时 被军阀盛世财扣刘软静 前后在监狱里待了近八年时间 1941年6月 陈振亚被盛世财暗杀 刘思琪再一次失去了父亲 1946年 在周恩来的不断斡旋下 刘思琪和母亲张文秋 妹妹邵华终于回到延安 也许冥冥中自有安排 毛安英在刘思琪回到延安前几个月 也从苏联回来了 事实上 毛主席对刘思琪并不陌生 之前已经把她认作干女儿 1938年初春的一天晚上 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人 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观看演出 那天上演的剧目中 有一出话剧名为《弃儿》 张文秋和三个女儿刘思琪 当时正在延安读小学 她性格活泼 喜欢唱歌跳舞 所以她出演话剧中女主角的女儿 《弃儿》描述的是一对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 在敌战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期间不幸被捕 他们的女儿也历经磨难 毛主席被这部话剧的剧情深深感动 因为她的儿子曾在上海一度流落街头 演出结束时 毛主席把刘思琪喊到身边 摸着她的头问 小女孩你爸妈是谁啊 刘思琪听后 转过身用手指着坐在不远处的张文秋和陈振亚 陈振亚向毛主席解释道 主席思琪是刘千初烈士的女儿 我现在是她的继父 毛主席对刘千初很熟悉 她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也是优秀的革命者和理论宣传工作者 1927年至1929年 先后担任中共福建山东省委书记 1931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济南 年仅34岁 如今烈士的女儿站在自己面前 毛主席非常感动 于是当着张文秋和陈振亚面对刘思琪说 我做你的干爸爸 你做我的干女儿 好吗 刘思琪开心地点点头 之后他经常到毛主席办公的窑洞里玩耍 毛主席和毛岸英 刘思琪毛主席根本没想到 刘思琪最终成为了自己的儿媳 1945年底 毛岸英回到延安 关于刘思琪和毛岸英首次见面过程 他晚年回忆时说 我是在1946年 新疆盛世财的监狱中放出后 到的延安 去毛主席那里玩 碰上岸英 我那时16岁 岸英24岁 我把他当成大哥哥 双方的印象都不错 他的中国话讲得很好 不像是从外国回来的 我们小孩子的语言他也懂 毛主席考虑毛岸英在苏联学习太久 不了解国内真实情况 便安排他到延安城南的吴家早园 一个劳模家中参加劳动 停时很少回延安 1947年3月 胡宗南率领大军进攻延安 中共中央开始转移 正在读书的刘思琪随部队渡过黄河 来到山西继续读书 当毛主席撤离延安时 毛岸英则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 前往进随解放区临线好家坡 参加土改工作 之后又跟随组织 来到山东渤海继续进行土改 1948年5月 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机关 抵达河北平山县西百坡 不久毛岸英也从山东赶来 进入中共中央宣传部 担任编辑助理 毛岸英和刘思琪命运有时难以捉摸 就在这时刘思琪利用放暑假的机会 来到西百坡看望母亲张文秋 他在去毛主席那里时 又遇到了毛岸英 这是两人第二次见面 当天毛主席留下刘思琪一起吃晚饭 毛岸英也在 两人饭后聊了很久 刘思琪在西百坡住了一个月 期间多次跟毛岸英交谈 爱情的种子萌芽了 刘思琪结束假期回到山西 此后他跟毛岸英 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 不久 毛主席发现毛岸英跟刘思琪恋爱了 他对于两人交往并不反对 1948年9月 毛主席邀请张文秋见面 专门商讨毛岸英和刘思琪的这门亲事 张文秋很满意 表示一切按照毛主席的安排 毛岸英本人想尽快跟刘思琪结婚 但毛主席反对了 这是为何 原来当时华北解放区 关于年轻男女结婚年龄方面 有明文规定 男方满20周岁 女方满18岁周岁 但是刘思琪当时距离 年满18岁周岁还差几个月 所以毛主席没有同意 1949年10月15日 毛岸英和刘思琪在中南海举行了婚礼 这场婚礼可用八个字来形容 最低场面最高规格 那天 毛主席要主持一场政治局常委会议 决定在会议召开前 给毛岸英和刘思琪 举行婚礼 从婚礼规格上来看 政治局常委都来了 确实规格很高 但现场就两桌普通饭菜 菜是湖南风味的家乡菜 又不像是一场婚礼 毛岸英和刘思琪 刘思琪回忆说 一桌就是这些常委 和他们的夫人 还有我和毛岸英 还有请的客人 另外一桌就是小朋友 就是我妹妹 她的妹妹 孩子们 这样一桌 菜就是湖南的家乡菜 就是腊肉 腊鱼 都是家乡里的 很普通的 那天刘思琪身穿 列宁装 没有化妆 胸前戴着李敏和李乐 不知从哪里找来的 一朵绒花 而毛岸英 则是一身工作妆 随着婚宴举行 毛主席端着酒杯 走到张文秋面前说 谢谢你教育了 思琪这个好孩子 我提议为了 岸英和思琪的幸福 为了你的健康干杯 张文秋激动地站起来 立即端起酒杯回敬 谢谢主席在百忙之中 为思琪婚事操心 思琪不大懂事 希望主席多批评教育 婚宴结束后 毛主席让秘书 把早已准备好的礼物 拿了出来 一件旧大衣 那是他当年 去重庆参加谈判时穿过的 毛主席笑着对他们说 我没有什么贵重礼品送给你们 就这么一件旧大衣 白天暗英可以穿 晚上盖在被子上 你们两人都有份 婚后 刘思琪继续读书 毛岸英则在中央社会部 和情报委员会工作 并兼任李克农的秘书 毛主席和毛岸英在刘思琪眼中 毛岸英平时工作异常忙碌 两人婚后在一起的时间 满打满算不到一个月 那是刘思琪当年 放寒假的一段时间 1950年10月5日 毛主席主持召开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 就出兵朝鲜达成一致意见 毛岸英则很快报名参加志愿军 毛岸英去朝鲜参战这件事 只有毛主席 彭德怀等极少数人知情 而刘思琪直到毛岸英 牺牲两年后才得知真相 1950年10月14日晚 毛岸英跟英吉姓兰伟严 住院的妻子告别 第二天奔赴沈阳参加军事会议 并从那里出发前往朝鲜战场 刘思琪晚年回忆 跟毛岸英分别的场景时说 岸英对我的这次谈话 我觉得不一般 晚上11点 我把他送到医院大门口 他走走又回来 走走又回来 他骑 车之前 给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我当时也不理解 夫妻之间还要鞠躬 我当时也没多想 只是觉得怪怪的 1952年的一天 刘思琪偶然得到 一张毛岸英的照片 他才知道毛岸英 早已去了朝鲜战场 刘思琪回忆说 我一看 他戴着朝鲜人民军的军帽 照着一张侧面的像 当时我心里一惊 我才明白他到那里 朝鲜战场去了 那以后我就开始着急了 就等待他的信了 毛主席和毛岸英 刘思琪 李那刘思琪再也忍不住了 他拿着照片 跑去中南海问毛主席 结果得到一个残忍的真相 毛主席对刘思琪说 思琪 安英已经牺牲了 我也是过了很长时间后才知道 那一刻 刘思琪失声痛哭 来之前他已经做了最坏打算 可万万没想到 毛岸英已经牺牲了 刘思琪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 最后在周总理提醒下 才清醒过来 从此之后 毛主席如同亲生女儿一样 关心着刘思琪的生活学习 两人书信交往不断 信中 毛主席多次以思琪儿 亲爱的女儿女儿娃相称 不过 毛主席最大的一桩心事 就是希望刘思琪尽快改嫁 他这个愿望 直到1962年2月才得已实现 1961年6月13日 毛主席正式给刘思琪 写了一封劝他改嫁的信件 女儿 你好 哪有旺的道理 隔久了 一心就生了 是不是 脑痛要注意 是学习太多的原因 还有总是要结婚 你为什么老劝不听呢 下决心结婚吧 是时候了 五星不定 说得干干净净